和和业呢 其实是和和文化 讲究和和配对 有合理科学的配舞 这样才是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更要吃出文化 就是菜和菜之间还要配对 对对 这六道菜你们配 这六道菜你们配 别急 别急 它得配上才能吃出好味道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配好不好 你要是配错了 那个菜就归我们 我们错了我们给你们 你们错了给我们 行不行 行 小七我跟你说 那个里面不是汤吗 就着汤 吃馒头吗 吃馒头 不要相信他 你看是不是应该这个 这碗里 一块 有可能是这个 是这个 是这个卤子 卤 咱们确实不能听他们的 确实 咱们现在竞争对手 确实有可能是卤子 是卤 等一会我想想 不对 卤子应该是配这个糕 小七你来决定 那个黄瓜是配这个还是配这个 五 这两个配在一起就是前菜 大肉应该配馒头吧 刘师我们决定了第一道菜 这俩合在一起 你先给个证据答案是不是 对 漂亮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竹子象征着坚强平安与长寿 对 是吧 那这两道菜吃的时候呢 把黄金釀到这个竹节里面 一丝一干 口感浓和 也是合合 黄金是食材吗 药材一样 但黄金具有意气仰卫 那个延年益塑的功效 扫除白发黄金采 君看他年冰雪龙 这是唐代大师的杜甫 赞美黄金的诗句 你说我们在这看着 就觉得你们的所有的努力 是那么的 你来来 到你部分 没有评论这个部分 没有评论这个部分 来 那个里面肯定是放这个 你刚才说鲁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为了误导你们 你心眼就这么糟糕吗 我跟你讲这个 和和叶知道吗 你能不能有点精髓 石老师 咱们肯定是他俩配 对 这么腻的东西只能靠这个 不可能跟别人在一起 这个和这个 对 对了 答对了 就这么快啊 就这么简单 这个是笋切扣肉 吃的时候夹在和叶饼内 油耳骨腻 这也是一道黄金大道 明白了 我觉得这两个可能是一道 我觉得这个和那个是 对 那就对了 对吗 对了 对了 好的 保留住了 都是我们的了 我们已经没有错误的余地了 石老师你来配 我其实就很好奇这个鱼 它们长得这么目瞪口呆的 它们应该跟什么在一起 你到时给我找一条 蒸好了以后还活灵活现的鱼 起码有个名字是孝的 不过是这么 鱼呢 因为鱼油炸的比较干 对 干配湿 配个类似像这个 油在雪里 你们再拿着一个也是全拿着 让炸的鱼在汤里游泳 这个事不靠谱 鱼是不是应该和他在一起 确定吗 啊 不好意思错掉错了 啊 哎 哎 牛肉跟没关系啊 拍错那两个 那两个肯定错了啊 我跟你说 你猜错了一个就都错了 好 他们有两道菜 来 您跟我们说一说 为什么鱼跟牛肉是一组 这个鱼呢是我们天台比较特色叫香鱼 也称贵妃鱼 鸡背上面有一条香囊 得名 就是跟其他的肉质看上去有色彩不一样 好 另外一道呢是牛肉 也叫小狗牛 小狗牛 嗯 因为他身体比较矮小 矮小 常年呢放养在天台山林之间 这两道搭配在一起呢 寓意着 年年有鱼六处兴旺的美好月旺 哦 所以人要介绍完名字咱早知道了 嗯 这鱼是真好吃 嗯 你们三个人稍微克制一下 吃东西的时候能不叭嘴嘴吗 真的 这是一种美德 这本来不是我们的 是不是 就是这鱼好吃 本来平时从来吃东西都不叭嘴 黑吃这点鱼 你们叭嘴的 这是一种胜利的咀嚼 慢点 啊 着面